情趨緩 法拍市場也重新的加溫 在台中外埔有一間屋林28年的三層樓透天措 日前遭到法拍 结果一口气来了52个人大家要投标 那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这间透天措的市价 大概有六七百万 法拍的起标价呢只要两百三十五万 最后是有一名首购组以478万得标 法院投标室外满满都是人 整条走廊极好极慢 水泄不通 甘愿忍受人挤人的原因就是他 三层楼高透天措坐落在巷子尾 拍卖消息一出邻居说 这几天看房人潮络绎不绝 之前很多人来看吗 差不多很多人 很多 每天大概有两三个吧 抢手法拍屋屋林28年 在台中外埔郊区地段 三房两厅还有车库 起标价居然只要两百三十五万 吸引52人抢标 最后买主以478万得标 比市价便宜了将近两百万元 外埔地区的行情大概会落在六百万左右 那如果领路条件好一点的话 会落在七百万左右 起标价来说的话 其实是真的有便宜蛮多的 地域行情价格吸引多人竞标 不过从历年资料来看 全台法拍屋代标件数不断下降 可挑选物件变少 成交量却逐年上升 全台又以台中标矿最热 台中的整个状况是 房地产整个市场是蛮发达的 然后买行的人也多 以区域位置来说的话 台中不管是往北或往南 它的一个中介点来说 其实都是非常适合居住的 从最近蛮多的重大建设 对 那它的这些外围的地埃 磁吸的效果会蛮显著的 专家分析台中房市强成过很好房源 供不应求 法拍屋又比较容易出现 低于行情的破盘价 不论是投资客还是手购组 统统被吸引强卖竞标 3D新闻 陈炳 藏人赵 孙宇利 SN4自武台中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